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上瘾 本书的副标题是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14万字 我会用大概21分钟为您讲述书中精髓 让用户对产品上瘾的四步骤模型是什么 我们先来分享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就每次苹果公司发布新产品 果粉们都会为了新的iPhone 提前一个晚上在苹果店门口打地铺排队 甚至多加好几千块钱从黄牛那买 你想啊这不过是一个手机 那为什么要额外付出这么多的时间 花这么多钱呢 那恰恰呢就是因为苹果极致的产品体验 培养了粉丝们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感 用这本书的话说 就是让用户对苹果产品上瘾 那要提到上瘾 那就不是短时间的 事实上呢市场上也时不时的就冒出几款爆品 但是爆品呢未必持续走红 也许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周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只有那些持续走红的产品 才有持续的生命力 那问题来了 如何让产品持续走红呢 答案就是 让使用产品变成用户的习惯 也就是让用户上瘾 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 一位是尼尔埃亚尔 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任教 另外一位作者是瑞兰胡佛 长期为福布斯快公司等商业媒体撰稿 这两位作者对上千家公司进行观察测评 总结出了这些公司的产品 在体验设计和功能上的特点 同时呢 他们也在为硅谷的许多公司当顾问 在服务每家公司的过程里面 验证自己的理论 更新自己的观点 最终呢 他们总结出了一个 让用户对产品上瘾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触发 就是吸引人们对产品的注意力 第二步是行动 就是让用户使用我们的产品 第三步叫多变的奖赏 就是给用户不断的奖励 刺激他们一直使用我们的产品 第四步是投入 就是让用户在使用产品的时候下功夫 比如储存文件留下痕迹 那这些呢 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解释 好了 那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和作者的概况 那下面呢 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我会给你讲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要让用户养成习惯 第二个重点 分四个步骤 讲解上瘾模型 第三个重点 怎么利用这个上瘾模型 让用户对自己的产品上瘾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为什么要让用户养成习惯 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界定 所谓习惯呢 就是一种在情景暗示下产生的无意识行为 是我们几乎不加思索做出的举动 我们都知道 人的精力呢 是有限的 所以大脑为了做更复杂的事情 经常会找各种方法走捷径 习惯就是方法之一 神经系统科学家指出呢 人脑中存在一个负责无意识行为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基底神经节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那些无意中产生的条件反射 都会以习惯的形式储存在这个地方 那这样呢 人们就会有精力来关注其他的事物了 当大脑呢 试图走捷径 而不再主动思考 接下来该做什么的时候 习惯就养成了 你比如说 很多人呢 有咬指甲的习惯 这个就是人们的下意识举动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咬指甲 比如说是为了咬掉一些不美观的肉刺 然而呢 如果说无缘无故也会这么做的时候 那这就说明 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 对于爱咬指甲的人来说 遇到压力的时候 往往就会咬指甲来释放压力 而且呢 越是认为咬指甲和释放压力之间有相关性 越是难以接到这种条件反射 那么 用户养成了使用产品的习惯有哪些好处呢 一个就是提升用户终身价值 工商管理学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公司价值 等于它日后获得的利益总额 也就是不能目光短浅 要看公司以后的发展 让用户对产品依赖 是提升公司价值的有效方法 用户对产品产生依赖 使用时间呢 就会延长 使用频率也会增加 你比如说 信用卡发放机构 会花大价钱争取信用户 他们看中的就是 用户身上的终身价值 让用户养成习惯 还可以提高价格的灵活性 用户呢 对一个产品的依赖性增强以后 对价格的敏感度就会降低 即便说企业做一些小幅的涨价 用户呢 也不会改变使用习惯 这个就是企业追求的效果 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扩大自己的用户群 用户越是频繁的使用产品 就越有可能邀请朋友们也来用 产品的忠实粉丝 最终呢 会成为品牌的推广者 他们会为你的公司 做免费的宣传 让你不用花太多成本 就能拉到新的客户 那综合前面说到的好处 我们会发现 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 最关键的好处是提高竞争力 用户对产品的依赖 就会变成一种竞争优势 一旦那个产品 能够让用户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那就大大的提高了 自己产品的竞争力 比如说我们使用的键盘 现在的键盘是 19世纪70年代发明的 那个时候 是用在老式打字机上的 老式打字机并不智能 打错了就得重新打 没有办法修改 这就很麻烦 所以呢 老式打字机的常用字符 通常会被分隔得很开 这样可以防止打错字 但是到了数码时代呢 这种操作的阻碍 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用户的打字习惯 早就形成了 在我们开始学打字的时候 电脑培训课程 用的就是这种键盘 所以说 无论是其他键盘的字符 布局多么的精巧 它也改变不了 用户现有的习惯 那说完了 让用户养成习惯的好处 咱们再来说说 培养新的习惯 会遇到什么障碍 我们的大脑呢 往往会继续使用 已经有的思维模式 所以说 要转变成新的行为方式 是很难的 培养新习惯的过程里面 最大的障碍 就是旧习惯 Google搜索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作者呢 对Google和B应啊 这两个提供 匿名搜索服务的平台 做了比较 就发现 这两个呢 在操作上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用户呢 还是更习惯使用Google搜索 那就因为啊 Google是1998年成立的 而B应比Google晚了11年 用户的习惯早已养成 这就说明 一旦用户开始频繁的 使用某项服务 那么就很有可能 会把使用这项服务 变成自己固定的行为习惯 好 第一部分呢 我们为大家讲述了 为什么要让用户养成习惯 因为可以提升用户的 终身价值 方便企业调整价格 扩大自己的用户群 最后一点 也是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提升竞争力 说完了这个 我们接下来说说 第二部分的内容 分四个步骤 讲解上影模型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上影模型有四个步骤 也就是触发用户的行动欲望 让用户行动 给用户奖赏 最后让用户投入时间和精力 那怎么做到这四步呢 下面我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 什么是触发呢 说白了就是吸引 让别人有使用产品的欲望 你比如说 旅游广告上的风景图片 就是在吸引你 亲眼去看一看 那比如说网页上大大的登录按钮 诱导我们点进去 那么怎么去触发用户的欲望呢 这个就需要了解用户的想法和情感 人为什么会依赖某个产品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情感需要 人会产生负面情绪 比如厌倦 孤独 沮丧等等 我们会不自觉的采取行动 来打压这种情绪 又想得到解脱 这就给了触发机会 那怎么找到用户的情感需要呢 丰田汽车公司 有一个很著名的方法 叫五问法 就是通过问自己五个为什么 来发现问题的本质 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你比如说 我们的产品是电子邮件 目标用户呢 是一位名叫小丽的中层经理 这五个为什么该怎么问呢 可以这么问 小丽为什么需要使用电子邮件 是为了接收和发送信息 那他为什么要接收和发送信息呢 是为了分享和得到信息 那他又为什么想要分享和得到信息呢 是为了了解他的同事 朋友和家人的生活 那他为什么想要了解别人的生活呢 为了知道自己是不是被人需要 那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一点呢 就是因为他害怕被圈子抛弃 你看 这就是答案 恐惧感 就是他身上最强大的触发点 所以说在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 要考虑减轻用户的恐惧心理 这个就是上影模型的第一步 当触发起了作用以后 用户就有了使用产品的欲望 那这也就有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上影模型的第二步 也就是行动 行动呢 就是让用户开始使用产品 书里面说 有两个机制能够让用户开始行动 一个是动机 一个是能力 动机呢 就是让用户有足够的愿望来使用产品 能力 就是让用户轻松驾驭产品 这两个机制有什么区别呢 你比如说 一个人特别想吃桃 这个就是动机 他那刚好又买得起桃 这个就是能力 我们先来看看动机 用户产生使用产品的动机 就是基于 人对于快乐的追求 对痛苦的逃避 对希望有追求 对恐惧有逃避 又因为 人都渴望被认同 讨厌被排斥 所以说只要你的产品 能给用户快乐 希望和认同 就相当于是给了用户 行动的动机 用户有了动机之后呢 还需要他使用产品的能力 不过呢 有再强烈的欲望 使用产品也是没有用的 太难操作 门槛太高 都会让用户失去使用产品的热情 那么 使用产品的操作越简洁 门槛越低 就相当于提高了用户 使用产品的能力 因为这会让用户 消除对新产品的抵触情绪 我们举个例子 咱们来设想一个场景 你的手机响了 但是你没有接 为什么呢 那可能是因为手机放在包里了 你一时间没有找到 这个时候呢 你没有能力接电话 又或者 你以为对方是电话推销员 不想接 这个就是没有动机 作者对这个例子总结就是 行为要异于实实 动机要合乎常理 那么 动机能力 是应该先考虑动机 还是先考虑能力呢 走着给的答案就是 永远先解决能力问题 在现实生活里面 增强用户的使用动机 往往费时间又费钱 你说上网的人 谁会去看网站指南呢 他们的注意力 很快是被网上的内容分散了 相反 如果说你简化网站的操作过程 就等于推动他们进行实践 你的产品便捷容易操作 就能够让用户轻松驾驭 推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9年的时候 人们打开推特看到的 就是一堆文本和链接 对于不熟悉推特的人来说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用 但是当推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时候 他就把主页设计的是又清晰又简单 背景简洁 广告语简短 而且还增加了明显的行为召唤 用很大的按钮 显示登录或者注册 引导用户来使用推特 用户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之后 上影模型的第二步行动就已经有了 但是这个并不足够 因为用户很快会对产品失去兴趣 这个时候企业就该考虑如何留住用户了 这就需要上影模型中的第三步 要给用户提供奖赏 那什么是奖赏呢 就是用户在使用产品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 还能够获得额外的满足感 奖赏呢 分为社交奖赏 猎物奖赏和自我奖赏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奖赏类型 你比如说社交奖赏 这种奖赏的类型起源于人们的社交关系 我们要让自己被群体接纳并且喜爱 寻求社交认同 而且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因为某种行为得到了奖赏 我们就会去效仿 比如有一款在线网络游戏英雄联盟 这个游戏呢 据说有上亿玩家 但是在游戏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呢 有很多不良玩家利用匿名的功能 扰乱游戏秩序 而且它还总是骂骂咧咧的 没过多久呢 英雄联盟的网站就背上了粗鄙的恶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开发商给游戏设计了一个奖励机制 取名为荣誉值 玩家可以给他们认为优秀的游戏行为 荣誉奖励 这种虚拟奖励 鼓励玩家在网游中保持积极的心态 表现最好的 最有合作精神的玩家荣誉值就比较高 就会受到大家的尊敬 玩家呢 也可以根据荣誉值来判断 谁是扰乱秩序的人 然后把他们踢出去 另外一种奖赏 叫做猎物奖赏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人类最初是靠长途奔跑 来捕获猎物的 就是一直追着猎物跑 把他们的体力消耗完 等到猎物跑不动了 猎手们就冲上去 把他们抓住 在这个过程里面 猎手是为了追逐而追逐的 跟现代人们没完没了的追逐资源和信息的心理机制 差不多 你比如说在赌场上常见的老虎鸡 就是利用人们期望捕获猎物的心态 时不时的呢 让赌客赢上一把 然后这种重大奖的诱惑力 让赌客们难以抗拒 还有一种形式 就是自我奖赏 人们有时候做一件事 就是因为强烈渴望完成任务 渴望终结感 很多大型的网络游戏 就是根据这种心理 设计很多关卡和不同的装备 玩家呢 会随着角色级别的升高 获得新的能力 为了得到高级别的武器 攻占未知的领地 增加角色的分值 他们就会全情投入 沉浸在游戏里面 给了用户上影模型中的第一步触发 让他们产生了使用产品的欲望 再给他们行动的动机和能力 在用户行动了之后 我们通过多遍的奖赏来刺激他们 一直行动 这就有了上影模型的第四步 投入 那什么是投入呢 就是鼓励用户对产品投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时间和精力 举个例子 你玩游戏 消耗时间 玩得越久就越难不玩 游戏里已经完成的任务会刺激玩家 做游戏里的其他任务 再比如说 使用一个笔记软件一段时间以后呢 所存储的资料 不舍得丢弃 那就会一直使用这个软件 用户对某件产品或者某项服务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 对这个产品或服务就越来越重视 这是因为我们总是高看自己的劳动成果 付了一分就会有付出三分的感受 这也会给用户呢 参与感增进产品和用户之间的感情 又因为呢 我们会尽力的和过去的行为保持一致 避免认知的不同 所以这种心理 就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惯性 我们举个例子 宜家是全球最大的家具零售商 和其他公司销售已经组装完的家具不一样 宜家呢 让用户自己动手组装家具 让用户投入体力劳动啊 有一个看不见的好处 就是通过自己动手啊 用户会对自己组装的家具 产生一种非理性的喜爱 还会觉得呢 这些家具的价值更大 再比如说 人们每次在社交网站上更新状态 点赞 共享照片或视频 这些行为啊 都会进入用户的历史记录 告诉我们他过去的经历和各种人际关系 当用户继续分享互动的时候 这些行为呢 就会被记录下来并且存档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汇总了各种回忆和经历的收藏 会变得更有价值 用户对网站投入的时间和经历越多 就越不会放弃这些服务 但是呢 让用户对产品投入 一定要掌握好时间点 要让用户感受到被奖赏鼓励之后 再对用户提出投入的要求 比如说推特 想办法呢 让用户互相关注 就是为了让用户先体验到被关注的乐趣 这样用户才更愿意 在推特上分享自己的生活 还有就是让用户投入 一定要循序渐进 最开始的时候 要改一些小任务来做 比如说付费游戏 最开始的新手礼包费用都比较低 最开始遇到的对手也比较容易打赢 在不知不觉中 逐步提高难度 也会勾起用户的兴趣 以上呢 就是上映模型的四个阶段 分别是触发 行动 奖赏 投入 企业呢 要随时准备 下一次触发 让用户加强对产品的上瘾 下面呢 来为你说一说最后一个重点 怎样利用这个上瘾模型 让用户对自己的产品上瘾 要使用以上的上瘾模型啊 你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自己会不会用这个产品 第二个问题 这个产品会不会帮助用户 大大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如果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那你就可以尝试使用这个上瘾模型了 尝试之前呢 需要对用户进行习惯测试 那这个习惯测试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数据分析 了解用户是谁 以及用户的喜好 它比较客观的反映了用户的状态 那这个习惯测试要怎么做呢 习惯测试的第一步呢 就是确定用户 要搞清楚用户对你产品的使用频率 确定有多少用户满足你的条件 要根据自己的产品进行合理推断 你比如说烂番茄这样的电影推荐网站 用户每周的访问量呢 很难超过两次 因为他们只有在看完一场电影 或者说研究要看什么电影的时候 才会上这个网站 习惯测试的第二步 就是分析用户行为 每款产品的忠实用户 它都有一套不同的行为方式 只要你能找到习惯路径 也就是摸准了用户的脉 就可以确定哪些行为 对培养忠实用户是重要的 这样才能改进产品体验 来鼓励用户的行为 你比如说在推特成立初期 只要新用户关注的其他用户人数 达到30个 就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大大增加他们 今后继续使用网站的可能性 那么对于推特来说 引导用户关注其他的用户 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这就有了明确的目标 那讲完了第二步 我们再来说说习惯测试的第三步 改进产品 有了新的见解之后 注意力要回到产品上 要想办法推动 让新用户变成我们的忠实用户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你可以尝试渠道更新 内容变更 功能去除 或者现有功能增强 渠道更新呢 是营销学的概念 比如说你是生产盆的厂商 你发现自己卖盆的效果不好 所以说呢 你现在把盆卖给批发商 批发商再去卖给消费者 这样的利润会比自己卖盆高一些 这就是渠道更新 内容变更呢 就是更换符合用户的口味的内容 功能去除和功能增强 就是对产品的功能做出调整 让产品更加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培养用户的习惯呢 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还可以观察自己的行为 硅谷创业教父保罗格雷厄姆就说 企业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开发产品 不要问我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要问我希望其他人给我解决什么问题 这样能为开发下一代产品带来启发 或者是为现在已经有的解决方案 带来突破性的改进 如果说你本人愿意使用新开发的产品 并且相信这个产品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那么你的产品就已经有了优秀的前提了 所以啊 想让用户对自己的产品上瘾 你需要对自己的产品有全面的了解 也要通过数据分析 做习惯测试 来了解自己用户的喜好 知道自己的用户 到底是哪部分人群 知己知彼才能做好产品 好了 那说到这儿呢 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说到了 什么是习惯 习惯呢 习惯呢 是一种在情景暗示下产生的无意识行为 是我们几乎不加思索就做出的举动 让用户养成习惯的好处就是提升用户终身价值 提高价格的灵活性 扩大自己的用户群 从而提高竞争力 其次呢 我们说到了 让用户上瘾的模型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是触发 行动 奖赏 以及投入 触发呢 是上瘾模型的第一步 也就是说要吸引别人 让别人感兴趣 产生行动的欲望 那行动顾名思义 也就是让用户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为了用户的方便 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产品变得容易操作 然后呢 再设计一些奖赏 让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里面 感受到自己被奖励 他们才会对产品投入 投入 可以增加用户对产品的参与度 投入越多 认可越多 这也是上瘾模型的最后一步 最后呢 我们说到了 怎么利用这个上瘾模型 让用户对自己的产品上瘾 要想做出好的产品 我们要常常的做习惯测试 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用户 而且呢 还要寻找机会 观察自己的行为 为开发下一代产品 带来启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那本书